曼特斯特是英國第三大最受外國遊客歡迎的城市 自1號起過夜要付遊客稅 每房一晚徵收1英鎊 相當於台幣38塊 成為英國第一個向遊客收費的城市 根據外媒報導 曼特斯特政府希望額外增加稅收 能為政府帶來約300萬鎊 相當於台幣1億1400萬 用在當地基礎建設 稅收也用於舉辦大型活動 旅遊推廣與城市清潔 包括建設新的住宿環境 並在未來5年推動旅遊業的經濟成長 預估曼特斯特將增加近6000間的酒店客房 從而帶動100萬人次的過夜旅客 然而不僅曼特斯特 英國蘇格蘭首都愛丁堡 也宣布計畫向每名旅客收取2英鎊 相當於台幣76塊的稅款 目前正在等待蘇格蘭國會批准 近年歐洲多個城市先後開始徵收遊客稅 其中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遊客每晚需支付4歐元 並逐年增加 預估到2024年4月 至少將增加為5.5歐元 上看台幣186塊 以緩解旅遊業的壓力 花費本不少的旅遊 如今又多了一筆過夜開銷